歡迎大家來到今天警方的記者招待會 首先讓我講一下今天有些特別的安排 今天開始我們在這個記者會裏面 我們會提供了中文和英文的即時傳譯服務 方便各位傳媒採訪 現在我會首先介紹一下幾位講者 首先大家正中間就是警務處理處長行動麥展浩先生 麥sir左邊就是我們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 謝鎮忠先生 而麥sir的右邊就是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高級警司李桂華先生 而在李sir的右邊就是 東九龍總區高級警司行動 傅日亭 類似 而在大家最右方就是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榮祥先生 事不宜遲 我都將時間交給文長 謝謝 各位 激進的示威者 他們的胡作非為 目無王法的暴力程度 在過去這個週末再次升級 經歷了上個星期 完全警方不需要使用催淚彈的周末 大家以為香港見到一個轉機 但是暴力的示威者 再次令到我們的社會失望 香港再一次陷入混亂當中 在過去的週末激進暴力的事件 遍佈多區 在星期六 觀塘區 在星期日 荃灣 葵青 的公眾活動裡面 大量的暴徒 打著他們所謂的 和平示威的旗號 肆意升級自身的激進暴行 即使公眾活動 如何聲稱和平 但都沒有辦法掩飾到 他們這些暴行 他們根本就是 智不在此 這些行為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相片 我們在電視機上看到 他們蓄意嚴重地傷害其他人的行為 在過去這個週末 我們看到暴徒在路上 設置了很多不同類型的陷阱 示意縱火 而極端的暴徒 在廣泛的地區 向警務人員 向記者 向普通的市民 投擇大量的汽油彈 和自製的致命武器 大家都會看到 有彈珠 有鋼珠 有長的鐵枝 甚至 是有些綁上了磚頭的鐵鏈 有暴徒在天橋上面 向地面的警務人員 和警車 投擇 汽油彈 也都有暴徒 用三四呎長的鐵通 尖銳的竹枝 路牌 淚扣棒 甚至 是疑似手槍的物體 示意襲擊警務人員 更有暴徒 向現場一些無辜的市民 和記者 投擇 汽油彈 令到他們 著火 被燒傷 造成不可挽回的情況 這些窮空極惡的行為 全部 都是足以致命 暴徒 除了 用這些致命的武器 去襲擊其他人之外 他們 甚至 肆意襲擊一些 和他們持不同意見的市民 我們在這裏 可以看看一段短片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就示範了 在這裏 市民 並且用牌方 照射門窗 影響 對社群的笑聲 主席 如果你們有糧食的話,就幫我們一條蛋,幫我們一條發射 大家剛才都可以清楚看到 大量的黑衣暴徒,圍偶,一些市民 用噴漆噴向他們的面部,他們的身體 這些行為,難道就是他們口中所謂異事的行為? 暴徒嘗試用勇武去分析他們的行為 但他們的目的只是向港大的市民掩飾他們的暴行 這些暴徒有組織,有預謀地去到不同的地方 製造時段,肆意堵路,隨意破壞公共的設施 他們聲稱自己是不會破壞私人財產 但大家都看到,事實剛剛是相反 有暴徒用水馬,用竹枝,用路邊的鐵欄這些雜物 去到多區,撤刺路障,阻塞交通 嚴重地影響緊急服務 有激進的示威者,在觀塘常月 以電鋸破壞多條的智慧燈柱 甚至是拉斷其中一些智慧燈柱 嚴重威脅到在場人士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星期日的暴行,暴徒的行為更加是無法無天 他們破壞了荃灣二波坊的店舖 用鐵枝叫開店舖的鐵閘 破壞現場的閉路電視 打爛裡面的玻璃 而打爛了門之後 他們更加用粗言慰語、恐嚇裡面的員工和市民 其後更加大肆破壞附近的娛樂場所、餐廳和店舖等等 其後,暴徒也去了紅磡的海底隧道 大肆破壞 當中,他們用鐵馬倒塞出入的閘口 打爛收費庭的玻璃、八達通緝 扯爛的收費和交通燈的指示燈 威脅道路使用者和職員的人身安全 暴徒聲稱他們追求的一些訴求 但事實上就是破壞和搗亂 在接下來,我會交給公共關係科總警司 交代一下在過去這個週末 警方的行動作出拘捕的情況 好,大家好 就算昨天在荃灣沙咀道的事件 我有兩點想跟大家說清楚 在不同的新聞直播、網上的片段 大家都可以看到 昨晚有大批暴徒在沙咀道 以長的鐵枝、長的竹枝、路牌等的物品 攻擊性武器 瘋狂追擊警務人員 他們的目的不僅僅是想追打 而是很明顯想嚴重傷害我們的同事 甚至危及他們的性命 由於當時同事只是接報 去處理一宗刑事毀壞的案件 他們並不是我們常用的防暴警察 所以同事當時身上毫無保護的裝備 只是有圓盾、警棍、胡椒噴劑 以及他們的0.38配槍 在未去到現場之前 衝鋒車其實已經被暴徒 以各式各樣的武器攻擊 車身和玻璃 更有吻滅人性的暴徒 惡意以削尖的鐵枝 向其中一名同事的背部捅了一下 同事的背部流血流到全身都是 這些是不是還叫做手無寸鐵呢 這些是不是還是大家經常所說的和平示威者呢 我們現在先在這裡看一段短片 我可以不及做手快一點 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屁股 當時有其他同事下車,想去二波方處理備 被暴徒任意破壞的幾個店 同時已經轉轉被過百名情緒高漲的暴徒 追擊 同時因為當時裝備有限 只能以一隻手拿著圓盾 擋住不斷從高空飛過來 會扔死他們的磚頭或其他硬物 而不斷地後退 而有些同事的盾牌也被襲擊他們的硬物擊碎 同時只能用另一隻手揮動警棍 但還是抵擋不住這些暴徒 以長矛的方式又打又捅去攻擊他們 在混亂期間,有同事甚至跌倒了 仍然繼續被這些暴徒追打 眼見有同事受到這麼大的生命威脅 其他警員多次警告無效之後 唯有放棄警棍 選擇他身上唯一可以使用最合適的武力 就是警槍 但情況繼續持續 其中一名警員 於是向天開了一槍 警告暴徒切勿再傷害當時的警務人員 事件中 該名警員表現英勇和克制 他的武力使用在當時的情況下 是必須、亦是合理的 就在電光火石之間 現場的同事擒槍 警告暴徒停止傷害警務人員的時候 當中有一名男子突然衝出來 跪在警員和暴徒中間危險的位置 正正就是這個同事前面 他手持的槍的火線當中 由於當時眼前的危險還在 即是說當時大部分暴徒 仍然在這個同事的正前面 同事當時已經一手拿著 已經被擊碎的盾 另一隻手擒槍 而當時他的胸口和膝頭 也都已經被暴徒的鐵通刀傷了 當時同事的判斷 是認為不應該有任何人 在那個位置和範圍 以免再有任何的危險和變數 所以該名同事 在幾秒之間 選擇了用他的腳 嘗試推開該名男子 繼續控制場面 另外我也想指出 除了該名男子 現場也有數十名記者 站在附近 大家可以看看這一張照片 我們都可以留意到 當刻在記者後面這個位置 在記者群裡面 我們是看到有磚頭飛出來 飛向我們同事的位置 所以同事曾經一度 擎槍指向磚頭 拋出來的方向 我想說 同事絕對沒有針對 任何真的正在做採訪的記者 所以我也想借這個機會 呼籲記者 在這些極端暴力的場面的時候 一定要保護自己的人生安全 千萬不要站在一些危險的地方 以免造成任何的傷害 當時有同事負傷 退後等待支援和救護的時候 仍然有部分記者包圍 要求同事即時作出交代 我認為這個做法並不恰當 當警方正是忙於應付混亂的情況的時候 是難以兼顧記者現場 剛才所說的要求 而在這個困難的情況下 那一刻要協調同事接受記者採訪 肯定不是當時他們的首要考慮因素 另外 我們都很快派了傳媒聯絡隊的成員到場協助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接下來我會交給江sir 講下一些關於行動相關的數字 過去的週末裡 警方一共拘捕了86人 在星期六 在東九龍的公眾活動和暴力事件裡 警方拘捕了32人 包括22男、10女 年齡介乎16至52歲 涉嫌的罪行包括非法集結、襲警和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等 而在星期日的公眾活動和暴力事件裡 警方共拘捕了54人 包括45男、9女 年齡介乎12至51歲 涉嫌罪行包括非法集結、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襲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等 而法庭案件方面 有幾宗 就著7月21日元朗事件 警方一共已拘捕了30人 而最新近已經檢控了兩名男子 就是參與暴動罪 而他們亦在今天的下午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另外就著8月13日在香港機場 一名內地記者被襲的案件 我們在較早前也拘捕多了一名男子 而最新近已經檢控了非法集結、傷人、藏有攻擊性武器和非法禁固 在今天的下午已經上了東區裁判法院 而在有關星期六在東九龍的公眾活動 我們總共檢控了兩名男子 就是參與暴動罪的 他們的年齡是24歲和33歲 他們已經在8月24日下午在… 他們亦在今天下午在官堂裁判法院提堂 而另外我們亦在8月25日拘捕了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最後檢控了他們非法集結 亦在今天下午上了官堂法院提堂 在警務人員受傷方面 在過去這個週末 8月24日星期六 我們有五名警務人員在行動中被磚頭扔中受傷 而8月25日我們總共有16名警務人員受傷 而當中包括我們其中一名警車的車長 被削尖了的物體插到背部 大量出血 送到醫院接受治療 現在仍然是留院當中的 而在剛剛謝Sir提及過的六位曾經是磚窗的警員當中 有一名同事的資料 在當晚被人惡意地放在網上 而他家人的資料和他們的相片 亦都已經被人在網上起底 令同事除了在行動中身體受到傷害之外 令到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在心理方面都受到極大的壓力 而使用彈藥方面 過去這個週末 星期五、八月二十三日 我們並沒有使用過任何彈藥 而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我們用了七十發催淚彈 二十四發橡膠彈 和三十一發海綿彈 而在星期日八月二十五日的行動 我們共使用了一百四十五發催淚彈 五十發橡膠彈 四發布袋彈 十三發海綿彈 和我們有同事在中安街和沙咀道交界附近 曾經以手槍向天開了一槍示警 我的報道就是這樣 或者在此給我作為一個總結 首先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當有人犯法 警方就一定要執法 我們必須指出 這些肆意倒路、破壞公眾設施 向警務人員、投擲汽油彈、磚頭等的行為 是絕對不可以被任何文明社會所接受 這些暴行不單單威脅了市民的安全 更衝擊了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 暴徒的行為已經開始走火入魔 他們所謂的訴求只是美化他們暴力的藉口 市民為何現在 我們香港市民周末外出的時候 都需要想一想 今天哪裏會有示威 哪裏會隨時出現倒路 哪裏會有暴力衝突 由市民如果在街上 被丟中汽油彈的 甚至是你們的兒女 是你的朋友 是你的親人 甚至是你的家人 你還會不會在後面默默地支持 保持你們的沉默 去應許他們的暴行呢 又試問 如果丟汽油彈、丟磚頭的暴徒 其實是你們的親人 甚至是你們的兒女 你們還會不會背書這些行為呢 我們必須要指出 任何的訴求都不能夠 將這些暴力行為合法化 或者是英雄化 這些行為已經不再為香港人而做了 因為以香港為家的人 一定不會認同暴力示威者做出來的事 因為他們只求破壞危害社區 和相互的生命財產 暴力行為的不斷升級發展下去 只會全面破壞整個香港社會 市民每一天會得到安寧 香港一向和平有序 穩定安全 我們警方真誠呼籲 使命能夠站出來向暴力說不 當大家都沉默 暴徒就會誤認他們的行為 是得到市民的支持 我們警方在這裏再一次呼籲 絕對不應該參加這些違法的活動 作為旁觀者也有機會令自己 處身一個險境 可能會受到無妄之災 也同時希望大家明白 警方的職責就是維持治安和秩序 保護市民生命財產 遇到違法的衝擊 警方一定要用相應的武力去對應 希望市民明白 我們重新 示威者不用暴力 警方一定不會用武力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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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I summarise what I just mentioned in English Over the past few weekend Hong Kong has suffered again at the hands of radical protestors In Sunday afternoon what began as a lawful public order event in Chunwen quickly turned violent and escalated to reckless destruction of properties and brutal attack on police officers We have seen an increase in the intensity and extensity of violence used by protestors Their radical acts have intensified with more dangerous and sometimes deadly weapons used including bricks, metal poles, long sticks and petrol bombs Such violent clashes have extended from venues of public meetings to various unrelated districts in Hong Kong with no sign or warning to the general public These attacks are intentional and planned and organized Not only do their acts put everyone on site in extreme danger but they also threaten the everyday life of ordinary citizens It's a great threat to public safety in Hong Kong Throughout the whole afternoon on Sunday a large gang of rioters threw numerous self-made petrol bombs at police officers in Chunwen In certain instances they randomly threw petrol bombs from height at people on protest sites hitting innocent passerby and reporters They also rampantly hurt bricks, metal poles and all kinds of hard objects at our officers Such reckless use of violence placed everyone in immense danger Twenty-one police officers in total were injured as a result On the same day we also saw extensive destruction of properties Raptors set up numerous barricades with water-filled barriers, dismantled railings and bamboo sticks on major roads paralyzing traffic In the evening a gang of rioters randomly vandalized multiple shops in Chunwen shattering glass pans and breaking metal gates Then some proceeded to cross Harbour Tunnel and smashed booths and facilities for no reason As on Saturday some radical protestors broke and tore down a few marked street lampposts in Kowloon Bay Their destructive acts are rampant and reckless They are not tolerated by any civilized society Now, I will talk about the open fire incident on Sha Chui Road, Chunwen At around 8pm our officers of the emergency unit arrived at Yiping Square, Chunwen to handle urgent cases of criminal damage Over 100 routers armed with offensive weapons surround and attack our officers They charged at our colleagues with wrong sides metal poles and long sticks repeatedly and recklessly They charged As a result our officers sustained multiple serious injuries Their helmets shields and other protective gears were smashed In one flashpoint our officers fell down but Rata still charged at him brutally It was clear intention to take his life Our officers' lives were in great danger One officer fired a warning shot into the air No one was hit Six officers held up their Verovers as precautionary measures I must emphasize the officers demonstrate great restraint Their use of force was indeed necessary and reasonable It was to protect any person including our officers themselves from death or serious bodily injury I'm aware that there's much immediate interest in the incident where our officers was seen to have kicked a man kneeing down in front of him Please let me clarify that at that time our officers had already drawn their guns and pawned at rioters to combat their violence Please try to put yourself into our officers' shoes During that critical moment this man suddenly appeared in front Understandably he appeared as a threat That particular officer was holding a revolver and a shield He could only use his feet to make him move Also from other videos we saw that man actually was among the ratchers and holding a long umbrella So it is difficult to ascertain his actual role in the protest In addition as much as we respect press freedom we would like to appeal to all journalists to mind their own safety during police operations especially in times of violent clashes We have forced media liaison Carter on protest sites to facilitate reporters' work But please understand during life or death situation like yesterday it was impossible for officers to cater for their convenience We advise reporters to coordinate with our work while covering violent incidents About the arrest figures Now we'll move on On Saturday we arrest 32 people consisting of 22 males and 10 males aged between 16 to 52 years old On Sunday we arrest 54 people consisting of 45 males and 9 females aged between 12 and 51 years old Their offenses include a novel assembly assaulting police officer possession of offensive weapons etc. About officers injured on duty In total 21 police officers sustained different degrees of injuries They were mainly hurt by sticks by bricks metal poles and long sticks being thrown at them In conclusion I must emphasize the police have zero tolerance for all violent acts Here in Hong Kong we always take pride on our safety and rule of law Please ask ourselves Is this the Hong Kong you would like to see? If you still remain silent and tolerate such radical acts I appeal to you to raise your voice against violence and cut ties with all rioters As police officers we will continue to stand firm and carry out our duties faithfully diligently and impartially We pledge to every member of the public to bring all offenders to justice and perform our best to restore public order Thank you Next is the final comment first first please first all the time to ask your question from one of the news First 香港01 Yes I am I want to ask some questions when I take a screen I completely before how many 画 the image is very good I can see 其實有部份的照片是來自不同的媒體 包括香港靈體的 想問一下照片是怎樣得到的 這是第一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就是想問 昨天在全文德士古道 有12歲的男童被捕 想問他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還有想問剛才播片中 看到至少四名警員拔槍 想問為何這條片不繼續播下去 是否之後涉嫌踢的那位中年男士 其實這樣是否不公平 還有昨天警方也說到踢下去是自然反應 我想問學堂是否有教導 如果有障礙物或障礙者 都是直接用腳踢開 其實那位警員如果真的恰當的話 其實是否警員日後一句自然反應 就可以凌駕他們的專業 訓練甚至是指引 最後也想問水泡車那方面 昨天也知道水泡車出動了 也曾經發射過 所以想問昨天符合了甚麼條件 所以出動了水泡車 水泡車昨天在哪個位置發射了多少次 用甚麼程度方式的水壓 向著甚麼目標發射呢 麻煩你 謝謝你給我幾個問題 就著12歲男童的問題 待會我請李sir回答 就著拔槍的情況 待會我看阿姐就可以回答 至於我首先在這裡 或者簡單打一載水泡車的情況 其實我們一直都向傳媒、公眾人士 或者在立法會的保安少務委員會 向大家很清楚地解釋過 在甚麼情況下 我們會考慮使用 這個人群管理的特別動途車 其實我再重複一次 簡單來說 當警方認為出現了一個大範圍 而嚴重的社會騷亂的時候 而又同時出現了以下其中一種情況 當中爆破是有機會有人命傷亡 又或者是有嚴重的財物損毀 又或者是會出現一個 嚴重的堵塞交通幹道 而同時會出現了 對公眾安全和公眾秩序 構成嚴重的影響 我相信大家聽到現在這裡 都相當明白 究竟昨天為何警方 需要首次使用 這個人群管理的特別動途車 這就是那個原因 因為剛才我在我們的開場白 都說得很清楚 大家昨天看到的 是一個再進一步的暴力提升 暴徒廣泛地使用暴力 多次投擲燃燒彈 我相信大家看到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警方選擇 決定使用這個人群管理的特別動途車輛 應該是能夠理解和明白的 我現在將時間交給李Sir 去回答第二條題目 關於昨天在荃灣拘捕一名十二歲的小朋友的情況 那個時間就應該是在昨天我們同事在陽屋一帶做一個 做一個騷擋行動的時候 是其中一個被捕人士來的 他十二歲 我們這一類的小朋友被拘捕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關注他的福祉的問題 所以我們回到他直日官之後 立即安排了聯絡到他的父母 其中的父母是來了在警署裡面的 他以後的警戒公辭等等的事情 亦都是他父母和一些律師的代表一起進行的 他現在的情況 剛才有記者問到 他就因為他聲稱他有些疾病 哪一類的疾病我不方便在這裡透露 就跟那個非法集結是無關係的 就送了去醫院裡面接受治療 現在我手上的資料顯示 他應該還在接受治療 好 麻煩 我回答接下來的問題 你提及過剛才應該是關於那個 有個男子在第一個案件 其實剛才在我的回答裡面 其實當刻的情況 其實我們衝鋒隊的同事 在車內已經開始受到很嚴重的襲擊 包括一些暴徒 用一些竹枝或者削尖的鐵枝 去襲擊我們的警車 而其中一個我們的車長 大家在相片看到 他的背部被削尖的鐵枝 刺了一個很深的血洞 亦流了很多血 現在仍然還留意 我想說當刻其實我們同事 在面對一個非常嚴重的人生安全 所以在有大批的暴力人士、暴徒 向他們一個追打和襲擊的時候 他們在確保自己的人生安全 以及其他人的人生安全的情形下 如果繼續不用任何方法 那一刻可能有機會令到他們沒命 所以當刻他們停槍作為一個警示 其中一個同事確保 其他同事不會受到人生安全的影響之下 他就向天開了一槍 作為一個警示 他開了一槍之後 其實看到相關的暴徒 在那一刻是向後離開的 達到了相關的效果 而在這一刻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其實同事向前面 仍然在面對一些危機 因為那幫暴徒並沒有完全離開 即是說當刻他們前面的危機 是未離開的 所以在他的槍 仍然指向前面的暴徒的時候 是突然間有一個男子 是突然間那男子走出來 在我們的同事的槍的指向前面 突然間跪下 其實剛才在我的回答中 也說了一件事 就是突然間在那個危機的情況之下 有人在你的前面突然間出現 我們的同事是視那個人 作為其中一個威脅點 因為其實你不會知道那個人突然間出現 在你前面蹲下 其實他的用意是想做些甚麼 在那個情況之下 他很合理地相信有一個威脅 而大家亦都留意到 如果可以看一些片段 其實當刻他兩隻手都是拿著東西 他一隻手是拿著一個 已經被擊碎了部分的圓形的警盾 而另一隻手就是拿著了 一支已經拔出來的配槍 所以那一刻他認為有一個威脅 不應該在這個情況下 出現這個男子在他的下方 所以他選擇了 他決定了用他的腳去嘗試推開這個男子 令到他前方的威脅能夠移除 你剛才提及的這個不是一個訓練 我想這是一個sense 他那一刻認為在一個這麼緊急的時候 他認為前方有任何危險點的時候 他用了一個身體的自然反應 用一隻腳嘗試推開當刻的危險位置 其實我們也看到當那個男子被推開之後 其實我們也沒有向他作出任何其他武力的使用 所以我想這就是我可以向你的回覆 亦都想跟大家說 我們亦都在大家昨天的問題之後 其實我們亦都看過 我們相信這個同事作出這個相關的行為 是並沒有任何的惡意的 亦都看不到那一刻在一個這麼大的壓力之下 這個同事有任何情緒失控的情況 我只可以說在一個極為罕見的情況之下 亦都非常之危急的情況之下 同事作出了一個這樣的決定去嘗試推開這個男子 我認為當刻他使用這個方法是有需要 亦都非常合理的 麻煩你 上張先生剛才想聽到 說在哪條路或是怎樣發射多少次的詳細情況 剛才沒有請問 或者我作少少一個補充 其實昨天主要來說是發射了兩次 那一次就是推開了路障 另一次就是在洋屋裡進行這個 驅散的時候曾經發射過的 多謝 那作為主持人都提醒一番記者最多三題問題 前面藍三例外 新華社香港分社記者 我第一個問題是想還是關於開槍的問題 請問當時剛才謝總警司講到有一個衝鋒車的車長被嚴重的襲擊 背部也流了很多的血 那麼這幾位拔槍的警員他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在保護這個 衝鋒車以及他的這個車長 那麼他們拔出槍以後是不是還是無效才有一名警員才被迫開槍 就是能不能把當時的細節能不能再介紹一下 他們這五個人受到什麼樣的襲擊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這個警員受傷情況 剛才你也講到有星期六有五名 星期天有16名 那就至少有21名警員在處置這些示威當中的受傷 那麼除了剛才那位車長以外其他警員的受傷的具體情況 能不能介紹一下 他們是被具體什麼武器所攻擊 那麼有這麼多的警員受傷 那麼下一步警方會不會鼓勵他們用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 使用配槍來保護自己的安全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我們看到特區政府說 周末這個周末的激進的示威者他們的暴力有所升級 那麼我們剛才也看到警方播的這些視頻和圖片 他們有一些是針對平民和一些不相關的商戶 進行了打砸的行為 這樣針對平民的和不相關的人士 這種行為是已經完全跟他們的訴求已經脫離了 那麼警方認為他們的性質是不是發生了變化 是不是已經有恐怖的襲擊這樣的傾向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 或者就著受傷情況那個 待會我找江Sir去打一答 至於開槍保護車長的情況 我想江Sir再打一答 至於最後平民不相關的 我想我最後再補充 很簡單 我用廣東話 答案你的問題 有關的車長 其實我們現在相信他的受傷 就不是因為他下車 其實他在開車的期間 他的受傷位置是在他的右邊肩膀後面 其實就是他們用一些 相信是用一些削尖了的鐵枝 去打穿我們的車窗的時候 然後把那支很尖的鐵枝插進車裡 然後直接插進他的右邊後肩膀的位置 所以其實我們都在重申 就是其實這些暴徒的行為 連一個警車我們是接一個要去處理的事件的情形下 都受到這些暴徒這麼嚴重的襲擊 而是一張這麼尖的鐵枝插進一架車裡 而整傷一個警員 我們在這裡予以強烈的譴責 其他同事的一些受傷的情況 我交給江Sir 就著週末我們同事受傷的情況 星期六的時候 其實我們同事在九龍灣附近 作清場行動的時候 有一些暴徒用大量磚頭 丟向我們的同事 過程中我們同事的手臂和身體 都受傷了磚頭 主要都是一些瘀傷 又或者是刷傷流血 而在星期日 我們有16位同事受傷 其中一個剛才謝Sir也有提及過 就是被一些懷疑是削尖的鐵枝 插傷了背部 大量出血現在還流軟 其他同事都在驅散 以及拘捕的過程中 被暴徒用一些鐵枝 長竹、雨傘 或者一些磚頭 就丟掉或者打 引致到身體不同的地方 有刷傷、裂傷和乳傷 大概是這麽多 而合理化 而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一些用暴力的示威者 選擇去襲擊警方 從而表達他們的訴求 我覺得這值得大家反思 這樣的行為是否合理的安排 而過去這個週末 進一步將這個暴力不單單影響 或者針對警務人員 而進而對其他在場的普通人士 或者一些根本不相關的店舖 甚至是不相關的隧道 突然進行一個大幅的破壞 究竟這種行為 是不是跟他的訴求有任何的關係呢 我覺得這句同樣地是值得反思 至於警方在接下來的日子 正如我都說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去確保 犯法的人是應該得到法律的制裁 多謝 港台 首先想問回開槍的問題 剛才謝常說到情況很危急很危險 有車長受傷 但其實就想問回 如果他們的裝備不是防暴警察的裝備 你說有胡椒噴霧和配槍 那為甚麼他們不像721那時候 是要求增援的會下車 那究竟那個標準是甚麼 為甚麼721元朗事件 兩位軍裝是要… 他們都有配槍的 為甚麼他們會要求增援走了 而今次就要下車 還有他們有胡椒噴霧 為甚麼他們不用胡椒噴霧 而是直接開槍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在荃灣那裏也有些影片 你們… 不知道是否剛才你們都沒有播 但也有看到一些片段 有藍衣人下車去打人 還有有些拿著國旗和鐵通的白衣人 追打黑衣人 有這樣的片段 你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資料和追測 第三件事就是想問 其實星期六 在九龍灣德福出現的片段 就是警員和示威者對馬 然後警員就開了掌膠子彈 在平台那裡開槍 那天也有示威者在九龍灣 懷疑左眼是被掌膠子彈射爆了 同一天在黃大仙也有個女人 喂 是 就是中頭的 那你想問回 其實使用這些武器的指引是甚麼 是否可以平頭射的 之前也有問過 究竟指引是甚麼 會不會公開指引 究竟如果開這些 橡膠子彈也好 或者開棉彈也好 標準是甚麼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 第一條問題是關於剛才提及的 荃灣開槍事件的警力安排 我待會讓謝Sir再答一答 至於關於你提及過藍衣服的情況 我待會江Sir會再答一答 至於那個橡膠彈 我最後會補充 好 首先 剛才你的問題是 為甚麼昨天這個事件 跟7月21日元朗的事件 處理方法不同 我想我再重申 其實我們不能將每一件事件 都跟7月21日元朗事件做比較 我想 也不是今天第一次說 其實如果我將 將今天的事件和7月1日比較 621、626其實很難比較 我亦不會將兩件事件做一個直接的對比 因為無論是牽涉的人數、當時用的武力、地點 其實全部都不同 我想我盡量向你解釋 其實昨天的事件為甚麼他們會這樣處理 第一件事就是我想昨天並不是沒有支援 我想在事件發生之後 他們退守到某一個位置 其實我們是有人員作出支援的 所以我先說了昨天不是沒有支援的 第二就是昨天不是他想下車 而是那一刻其實車已經被打爛了 而車裡面的人也都因為他們打爛了 而在裡面受了傷 包括我剛才所說的車掌 其實如果大家可以留意 那輛衝鋒隊的車被人打爛了之後 其實車裡面是很多血 很多傷害了的情況 同時在當時被大部分 很多的暴徒襲擊的車 他們是沒有選擇 是要下車去作出驅散 以及找其他的同事去協助 我想跟當日的情況也不可能相提並論 亦都提及過為何他不用這個胡椒噴霧 我想其實大家都有留意到 無論是當刻的人數的比較 簡單來說 其實暴徒的數遠高於當時警察有的人數 以及其實他們用的武器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他們都是用一些很長的竹 又或者很長的鐵枝 還要是削尖的鐵枝 去襲擊警務人員 這類型的武器的殺傷力 我可以這麼說 遠高於他這個暴力的情況 遠高於我們可以用胡椒噴劑去應付 所以我也想重申 警方去使用我們的武力的時候 是會衡量對方的暴力程度的 我們並不是一定由最低的武力開始用起 當對方如果拿著武器的殺傷力 是遠高於我們一些低程度的武力的時候 警方是並不需要一定由最低的武力開始用起 那一刻很明顯看到我們有部份同事的受傷 以及當時鏡頭看到 大部份的人以一個這麼殘暴的方式 去用一些尖的鐵枝和竹 去打一些警務人員的時候 我們認為當時他們採取武力的對應 是一個合適 以及一個對的處理方法 不是因為跌了槍 因為有些人也跌了槍 我回答這個問題 昨天在過程中 大家都看到非常混亂 亦有一些追打的場面出現過 我確認我們有一個同事 曾經跌了配槍 但是緊隨他已經馬上收拾了配槍 根據電視的影像或者紀錄 應該跌槍的時間是遲過開槍的時間 但是這個也不是重要 最重要的是開槍的同事 已經跟我們說了 其實他當時開槍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因為他看到他自己和身邊的同事 當時的生命受到嚴重的威脅 所以他決定向天開了一槍作警示 他開完這一槍之後 其他暴徒也向後退開 將當時最嚴重的風險降低 所以我可以說 跌配槍和他選擇用警示開這一槍 其實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謝謝 第二部份的問題 藍衣人 我不知道你是否在說 其實在昨天大概下午5時 我們警方接報到場 聲稱當時有一個的士司機 接載兩名穿藍色衣服的乘客 去了二波坊附近 當時因為遇到附近的賭路 所以我們得到的訊息 就是有兩名乘客和兩名男子 跟現場的示威者有爭執 而我在一些直播片段裏面 我亦都看到有些暴徒 以一些濫用私刑的方法 是圍偶這兩個穿藍色衣服的人 之後我們警方就接報到場了 經調查之後 我們就在那輛的士的車尾箱 那裏發現大量的鐵通 所以之後我們就已經拘捕了那位的士司機 以及兩名乘客 藏有攻擊性武器 現在案件我們依然在調查當中 有關你剛才所說的 就說在入黑夜晚的時候 有一些穿白衣服的人 都是二波坊附近 就是拿著一些鐵通和國旗的 我理解 因為我現在資料未必詳盡 我暫時未肯定當時有沒有收到999求助 但我知道我們同時都是因為看到一些片段 所以也有派員主動去了解 但結果我理解是沒有作出拘捕的 但內容方面我想我也要再去翻查 謝謝 長膠蛋 我再回答 關於長膠蛋的問題 不過在未回答長膠蛋的問題之前 我想就著第一個問題補充多一兩句 可能剛才的問題是問 為何我們的同事 那麼少人 為何他們不考慮用其他的武器 我希望借這個機會 希望市民都明白 其實當時當區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相信有留意直播的都會看到 當時附近有一個很大型的衝突 大量的示威者是採用暴力的方法去挑戰警方的防線 我們亦都需要安排大量的同事 在那裏處理有關的情況 從而希望將有關的暴力人士驅散 而不會進一步影響到其他市民的生命安全 眾言如此 當時我們接到有關的報告 有關的商店被人搗亂 被人破壞 甚至有部分的店員可能是被人威嚇 可能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 我們都別無他法地 亦都理所當然地 派出我們的警務人員去到場 所以我希望市民能夠明白 就是說我們警方是一定盡力 去保障市民生命安全 而當時我們派的警力去 我們起初認為是合適的 而同事亦都表現得英勇 只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去到現場 當我們希望進行我們的警務工作的時候 有很大批的選擇使用暴力的示威者 惡意地對警方進行襲擊 這個就是當時發生的情況 好了 接著我想回答就著這個橡膠蛋的情況 我想我們在這個記者會裡面 都多次重申警方有非常嚴格的規定 關於使用武力 使用武力其中一些守則 包括就是說 我們一定是使用最低而合適的武力 去達到這個行動的目的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 我們盡可能會被警告 而一旦達到這個目的 警方使用武力就會即時停止 我相信大家都應該相當了解 至於當日的情況 根據我現在所掌握的資料 就是當警方希望進行在有關的驅散的情況 是經過一條連接著德福花園的天橋 為何警方要上去 就正如其他的情況一樣 往往一些選擇會使用暴力的示威者 就會在高處投責、責物、硬物 對警方及其他在場人士的生命構成威脅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參與當日的採訪工作 或者大家市民有留意當日的直播 都看到 其實當日有大量的雜物 甚至也包括一些汽油彈 直接扔到警方的防線裏 至於上到這個天橋上之後 同樣地在德福花園的範圍裏 亦有人繼續向警方投責相類似的物件 所以警方需要作出相應的行動 而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 其實當時他們甚至是將 地上的一些坑渠蓋全部都掘起 而大家亦都可以想像 如果從一個高處投責這些物件 所造成的傷害將會有多嚴重 多謝各位 請問是否有違反受責? 我想這個也是之前我們看不同的記者會答過 就是警方最重要考慮的使用武力的時候 剛才那個人說了 至於戰術上那個 其實沒有一個規定說 高低最重要就是達到效果 和使用的情況下 確保到需要達到那個目的和安全 多謝 阿菲 curry HK English News first question is a police union is actually asking the top brass to review the current strategy of using a relatively lower level force when handling protests since protesters are now escalating their force and using what you called a deadly weapon will the police also escalate the force you guys will be using an upgrade from using non-lethal weapons to lethal weapons and are police still capable of handling this situation and will you guys need PLA's help second topic we have seen and actually filmed officers some wearing PBRB fest openly referring to protesters journalists and pastors by as cockroaches and yesterday night officers also pushed a Taiwo Hal resident to the ground just because he was asking if it's necessary for officers to be this violent so are your officers still emotionally fit and and using your own words impartial enough to carry out your duties because we have asked this many many times and the situation is not improving like as far as we know third question in Kuntong on Saturday we will you see some tear gas canisters with their manufacturing dates apparently scratched off can you explain what happens to those canisters and is please using expired tear gas again and what do you make of some reports that say the use of these tear gas have actually triggered some cyanide alert machine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questions perhaps I will answer the first the first and the third question and then I will let Mr.Gong to continue on the second one going back to your question in connection with with the escalation of violence by the the escalation of violence by the I guess by now all agree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escalation and it is also understandable that our colleagues associations expressed such concern and we police have repeatedly expressed that we have confidenc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our job to make Hong Kong safe that's our vision that's our responsibility we will continue to reveal our tactics and equipment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that's the that's my answer towards the first question going to the third one we also note there's a photo showing some used shell of emanation and the surface of it being scratched first we do not know the source of such photo however with the limited information displayed from that particular photo we can confirm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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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shown and we cross reference to our own record it is not as it is not overdue as we met previously explained however before I further illustrate my answer i got to repeat what we have said in this press conference before we have checked with the manufacturer and our internal expert the time period shown is a reference shut indicating the best vered period that means beyond before the period is not kind of expiry is the best use and after that particular period it would not cause more danger tour the recipients of such amination and going back to the picture you just mentioned if it was t t acuse us using the so-called expired emanation i will say it is untrue and it is an example of false accusation thank you about the second question about the inappropriate remark from our officers to the protestor yes i agree that communication between police and any members of the public should be based on respect so as to avoid unnecessary escalation of the situation and concerning the use of force i believe that our officers will use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force based on their professional judgmen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guidelines and i also admit that in the past two months are not only our police officer and actually I think the whole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protesters under great pressure and our officers are sometimes being provocated by the protesters deliberately and sometimes these verbal abuse as well as these provocations are reflected through the extreme level of violence used by the rioters which is evidence by the more frequent use of patrol bombs as well as other self-made weapons but please rest assured that internally the police force we have the capability to care about the emotional well-being of our officers through our police clinical psychologists they will continuously monitor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force and that's it of my answer i think for the first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in short if protesters don't use violence police don't use force that's we emphasize many times but we can see from what happened in the last weekend we can see the escalating violence and deadly weapon used it by the protestor over the weekend and there is a need for the force to match our level of force use against those force used by the by by the protesters and we can also see from the use of force by the police in the last weekend that we exercised restrain and once the situation is under control we the use of force will cease and no matter how to change our tactics or strategy basically we follow the two principles which is necessity and proportionality of the force we use against the police for the protestor well for the second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supplement about what mr quong said the police clinical psychologist basically maintain very close contact with our officers and help monitor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basically our colleagues are well aware of the reaction in face of the provocation from the citizen as well as the violence used or attacked by the rioters and all our officers share very close bondings and take care of each other's feeling when they are being provoked and they show strong resilience against the challenges and have the capability to control their emotions and that's why we are confident that our officers can manage their emotions properly and maintain mental health when they deal with their daily duties and I think reporters here will agree that the situation hasn't been improving even with your clinical psychologist working so why is the situation not working I have no further comment as I have mentioned the situation had uh...have been uh...escalating uh...in the past month even in the past two weeks as uh...as uh...m I have mentioned in the opening address last week we have a comparative peaceful week but this week we have competitively more violent reactions from the rioters and as I mentioned in my previous verse that we have to admit that our officers are under great pressure and under serious provocation from the protesters and I understand that some of the remarks from our officers may not be appropriate but as I've always stressed tha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are based on respect from each other I personally will welcome a more respectfu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so that our officers could keep a good temper and the protesters will rightly exercise their freedom of expression or freedom of perfect events Thanks Now Now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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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問題就是想問 剛才英文的問題就答到 其實如果說催淚彈過期 是一個錯誤的指控 因為只是最佳的有效日期 但沒有答到究竟 有沒有拆走上面的生產日期 麻煩可不可以解釋清楚 究竟警方有沒有拆走過生產日期 以及之前曾經說過 會作出一個檢視 即是檢視催淚彈的日期 究竟現在是否全部都已經沒有用 還是狀態是怎樣的呢 麻煩你 我多謝你的問題 或者我答第一個和第三個 待會李Sir你補充關於第二個 我想你剛才記者這位女士的問題 可能是誤會了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正正就是 警方最責任就是保障市民生命財產 生命大家都明白 當然一定比財產更重要 我想這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道理 721 剛才阿姐瑞都說過 不能夠每一個事件都作出一個比較 但是我們很簡單地去理解一下 721當日我們到場的是兩位同事最初 昨天我們能夠抽調到到場的同事 是數量衝鋒車 但是也有些事相類似的 我也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昨天荃灣附近有一個大規模 極暴力的衝突 其實721當晚同樣是發生同樣的事 不過地點是更遙遠的上環 至於第三個問題 同樣地我希望清楚 可能我的答案你未必聽得太明白 一個false accusation 錯誤的指控 不是關於過期 是關於警方說我們擦去表面上的東西 然後去掩飾過期 這是一個false accusation 而為何這個角色指控 我相信在這裡我們曾經都清楚解釋過 第一 生產商所謂的日期 是顯示在那個日期之後 再用下去的話 是可以的 但是 但是 會導致那個失效率高 什麼為止失效率 我相信在過往也都介紹過 就是說 打出來那個火舞能夠成功的 會減低 但是不是代表不能夠用 我相信這個概念 我和其他同事 都先後解釋了很多次 終然如此 我們了解到大眾市民的關注 警方也承諾了我們不再用 所謂超越了最佳有效期的催淚彈 而我們目前也都並沒有使用 而當初警方已經作出承諾 一旦如果警方將會再需要使用的話 是會開城報公地跟大家在這裡交代 但是我想再指出就是說 我們沒有這個準備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準備 但是我們想再清楚指出 根據我們警方的了解 無論從相關的生產商 又或者是一些醫學專家的意見 都清楚指出 有關過最佳日期的催淚彈 並不會構成任何額外的危險 這是很清晰的 至於剛才回到最後我講過 這個forced accusation錯誤指控 我想再重申 我的意思是 我們並沒有刻意磨走相關的資料 但是我之前的英文答案裏表述了 我們不知道這張相片來源的真偽 但是單憑這張相片上顯示的資料 眾言如此 有關的批斥根據我們的紀錄 亦不是已經超越了最佳有效期限 多謝 以後請李Sir回答第二條 很簡單地講一講 過去週末86名被拘捕的人士 我可以在這裡證實 他並不是由我們剛才所問的 喬莊的同事進行拘捕 而這86名全部都是當時當地 衝擊我們的警方防線之後 被我們的防部隊拘捕 是不涉及我們一些喬莊的同事的拘捕行動 即是有人喬莊但沒有拘捕 沒有啦 沒有 即是有人喬莊但沒有拘捕 沒有 是 沒有喬莊拘捕的行動 我是這麼多 是否即是有人喬莊但喬莊的警員沒有撞出拘捕 我再說一次 其實那86名的人士 全部都是由我們防部隊的同事拘捕的 就不是我們這個拘捕 我想這樣吧 剛才有一位傳媒問了問題 如果每個人都是三個六屑的話 就答不到問題 是嗎 其實我們是三個問題 是 現在過去的州務 到底有沒有警員是喬莊過任何的示威者 有還是沒有人 這個也是剛才我們叫Porder 請問的 是 這個是剛剛吵的問題 不是請問的 是 我回答你 是沒有 OK 沒有 你可以全隊的答 即是沒有喬莊拘捕 沒有喬莊收集的情況 沒有喬莊出現 剛才那條問題問我 就是說 這些拘捕的人士 是否未被喬莊的行動 我們聽不懂 我再問一次 我是問你 究竟過去的州務 有沒有派出警員喬莊 沒有 OK 好 好 今天的最後兩位 首先藍三位 大公民會集團 第一個問題就是 昨天有很多店舖被損毀 普通市民看到了之後 是非常擔憂的 所以想請問警方之後 會怎樣做去保障 普通香港市民的生命和 隨身安全 第二個問題是 今時今日這個社會 這麼緊張的情況之下 每次都可能會發生一些 不可預知的特復情況 比如可能下個星期又有大型的遊行 或者混亂 請問你們怎樣去預測這個情況 去提醒其他的普通市民 同時兼顧參加遊行的市民的權益呢 即是合理表達訴求 至於可以保障大家的基本權益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 關於昨晚那幾個拔槍和名槍的警員 和受傷的警員知道 他們會不會有些機制去 令他們去見一下心理的醫生 或舒緩一下他們的情緒呢 因為面對強度這麼高的工作壓力 警方那些高層 有沒有給一些經常上前線的警員 去舒緩一些壓力 來提高日後的執拔考慮 謝謝 謝謝你三個問題 或者第三個問題 我由江Sir去答一答 第一第二個問題 我待會再回答 好 那我先回答第三個問題 其實我們本身內部都有機制的 所有曾經開過配槍的同事 即是我說實彈配槍的同事 他都是可以 即是我剛才提及過的 這個我們警察裏面的心理 臨床心理學家 都會去跟他談一談的 因為我們都理解的 其實同事在一個這麼大的壓力環境下 去完成這個任務 其實我們都會很關注他的 之後的心理狀況和心理健康 所以我們會有 臨床心理學家 會跟他有些會面 而另外我們受傷的同事 其實我們本身人事科那邊 我們是有一些 我們叫做警察的福利主任 以及我們人事科那邊 都有同事會跟進每一個受傷的個案 確保他得到適切治療之餘 也會看他有沒有其他福利上的需要 例如他自己受傷 可能家裏還有其他家人要照顧等等 我們都會有一些福利上的安排 我答這麼多 好 我就著第一第二條 我簡單回答一下 第一條題目 就是關於說有商鋪在過去這個週末被損毀 接下來警方可以怎樣去處理 其實這個是正如我剛才開場白都說了 這個是一個很可惜的事件 但亦正正反映出一路以來所說的和平示威這個假象 其實在過去很多個週末大家都看到 如果真的和平 為何去到很多個區份 所有店鋪都需要關門 而剛剛更不幸地這個週末就看到 關了門 原來都會被任意破壞 警察正如我剛才用英文都答過 會繼續盡我們的責任 盡我們的努力 去保衛市民生命財產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開場白有提到 香港原本就是一個和平有序 一個穩定安全的地方 我們會盡我們的努力 但同時我們借這個機會 呼籲市民 和我們繼續為我們香港這個國家作出努力 至於第二個問題 剛才提到 接下來的週末的情況 你的問題都問得很好 其實大部分 甚至絕大部分的香港人 在表達他們的意願的時候 都是會選擇用一個和平的方式 我們會跟以往一樣 在處理公眾活動的時候 一些合法和平有序的 我們一定會盡力提供協助 接下來的我們會繼續作出有關的風險評估 和策劃有關的計劃 同時我們也會跟主辦單位 繼續進行聯絡協商 務求是能夠作出一個安全有序的安排 這就是我鬥著第二條問題的答案 多謝各位 最後一位 商台 第一條問題 其實是剛才另一同事問過的 我希望警察可以回答 剛才播過很多片和照片 特別我看到有很多片段 都是TVB的 但你們連logo都遮蓋 想問你們 在用這些相片或影片之前 有沒有偵詢過相關機構 他們是否全部都知道 你們會用他們的照片 這條不算問題 因為剛才我回答另一條問題 這其實是一條問題 麻煩你 三條問題 剛才你沒有回答過 不要吵了 因為我們主持這個記者會 你三條問題 一早就說了 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 如果這樣下去 我們隨時可以… 這樣 商台記者你繼續吧 不好意思 因為這條問題 是第一個記者第一條問題 我希望這也是大家在場 所有記者很想知道的答案 我希望大家可以 所以我希望在場幾位的sir 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但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問題 我自己是想問的 第一我想問 水炮車出動的時序 這條問題我想問sir sir回答 因為根據水炮車出動的指引 應該是要sir 你去知會 或者你要批准這件事 我想問你是幾點去批准出動水炮車 或者相關的同事幾點批准出動水炮車 有沒有告訴你 怎樣用 還是你有沒有給過訊息 第一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 我想問就是 今天警察對原作級協會 就要求你們警隊管理層 立即檢視現在以驅散為主的行動策略 即是你們現在用行動定位來做 即是只是驅散來講 就不合當了 我想問你們對於原作級協會給你們的訴求 管理層有甚麼回應呢 另外第三條問題 就是剛才都有提過就是警察 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我有條片想了解一下 這條片就是我在星期六在觀塘道採訪的時候拍的 當時出現的情況跟昨天很相似 就是只有幾個交通警員坐著警車來到觀塘道 當時也是被一些硬物襲擊 他們選擇就是上車離開 這樣就沒有開過槍 沒有用過任何武器 那他們就離開到 我想問昨天那個情況是 警車究竟失去了動力 即是示威者破壞到 令警車失去動力 他開不了 還是怎樣呢 為甚麼他們不選擇上車離開 而是繼續下車 然後選擇給自己 即是給同車陸榮警員的同袍 在一個更加危險的情況下 要在身處的環境呢 那如果在那個情況會開槍的話 為甚麼 剛才我聽到馬尚有說過 警員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而作出危險的開槍決定 迫不得已 那是否保護自己的生命 就可以開槍 但是如果在721的情況 市民 很多的市民 在西鐵站裡面 或者在西鐵車廂裡面 受到生命威脅的情況下 警員就不會使用配槍 來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呢 麻煩你 或者請謝Sir 先回答一下 關於相片的問題 大家現在每天來聽這個記招 都看到我們有些片段 一般其實我不能夠逐一張相片 跟你解釋 我想我們想緣有幾個做法 第一 我們其實是有自己的同事 在平日我們推進的時候 我們是有同事在外面拍照的 第二 第二就是 剛才大家看到 有不同的媒體的片段 我們是有 和你們本身媒體的管理層 個別去接合 去用這些相片 拿一些我們稱之為 其實大部分的傳媒 都有去用 警隊Facebook上的相片 其實是大家一個相互的合作 第三件事 其實現在在網絡上 很多公司 會出售一些他們拍的相片 部分的相片 我們也是用這個程序去進行 所以其實目的都很簡單 希望在記者會裡面 除了我們只是說話以外 能夠用一些圖像 或者影像 能夠將當刻的情況 更有效地展現給大家聽 我回答這麼多 請問 但為何撐了TVB的標誌? 請問 如果你拿了相片 也要有同意和互相 但為何會撐了別人的標誌? 我可以回答這麼多 之後我再理解一下 跟他們的合作相告 那些細緻 現在暫時我看不到你 請問 謝謝剛才那幾條問題 我簡單地答一答 剛才提及過三條問題 第一件事 就是多謝你再提及 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輛 我剛才已經反覆介紹過 在甚麼情況下 警方是可以或者需要 考慮使用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輛 就是有確實的情況出現了 一個大規模 或者廣泛嚴重的社會騷聯 而出現以下三種情況 包括人命傷亡 大量的財產受到破壞 又或者交通主要幹道 受到阻塞 而帶來公眾秩序 或者公眾安全的嚴重影響 同時 又或者是一個 事先 我們做了這個風險評估 覺得 是會出現以下的情況 那就由 助理署長行動 即現在是我這個崗位 去進行這個批准 讓在前線 一個總警司階級的同事 去決定怎樣用 在昨天的情況下 視線 我已經批准了 准許用這部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輛 這就是我給你的答案 第二條題目 剛才我用英文答了一次 其實都 有關我們職方協會 近期一個 剛剛發生了週末的一個表達 我們表示理解 大家都見得到 一個大規模 嚴重 極端暴力的 對我們前線同事 構成生命威脅 亦都有同事 受到嚴重受傷 相關的協會 表達關注 我覺得合情合理 而我希望 亦都借這個機會 表達就是 我們管方 和職方 一向以來 保持一個非常緊密的聯繫 和溝通 而我們亦都會 一如過往地 和相關的協會 繼續去關注 我們 如何處理 現時 目前的情況 至於最後一個問題 我也很感謝 這位記者提出的問題 我不能看得很清楚 但你指出了一個事實 就是警務人員 在幾困難的情況下 都嘗試去進行我們的警務工作 你剛才提到 兩個交通警務人員 面對大群的暴力示威 都嘗試去把路障清走 我覺得大家是否應該從這個角度 去看當時發生的情況 而你亦都正正指出了 由於大群使用暴力的暴徒 令到我們兩位交通警務人員 不能夠完成他們應該做到的警務工作 我覺得這一個才是重點 多謝 我可以回答你 我剛才真的問那個問題 721,為什麼 或者馬Sir,我需要再問一次我問題 我可以回答你幾句 衝鋒車的情況 我相信剛才謝Sir 都已經介紹了當時 我們的同事原本的目的是去現場 因應我們的理解 有人命的 有人生的安全 受到威脅 我們是希望去保障到市民的生命安全 但是當我們的衝鋒車到場的時候 很可惜又遇上了遺數數以十計 甚至數以百計的暴徒 對我們的衝鋒車進行襲擊 令到他們不能夠進行到他們的工作 我相信這就是我可以給你的問題的回應 多謝 今天記者會完畢 謝謝Sir 今天記者會完畢 謝謝Sir 你說明給我問了那三條的 Can I have one more English question, please? 今天已經完畢了,謝謝